大聲 看你們的朋友會不會成功 喂? 早上你是誰? 阿Mae 你的收音機可否細小一點 我已經聽到VVV的聲音 可能真的太過癢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是 你是不是經常聽英文歌? 不是 我問你剛才那首歌誰唱 你猜你猜到嗎? 有提示嗎? 有,三個選一個好嗎? 好 Cinni-Eastern,Cinni-Loper,或者Madonna Cinni-Loper 挺好的,Cinni-Loper 好了,過了第一關 跟著你選擇麵的飲品 麵 你旁邊的人真厲害 不斷說一句話 給提示 選麵 哪種麵 給提示 我有兩種 我親手有兩種,不如跟我選吧 好,哪兩種 雞黃麵和牛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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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心水 對 我沒有提示 不過綠仔就說不好 綠仔就用了 綠仔就用了麵來拿著菜 不好 就直接說 那是怎樣 有粉絲 有衣麵 有米粉 然後有雞黃麵 牛肉麵 還有金排麵 六種就少了兩種 他就說不好 他的樣子就是這樣 眼耳口鼻在中間 他就用了大塊牙齒 他說這是貼士 他說的 他說的 他就看不到他做的動作 這樣 應該知道 雞熟狗途通常是怎樣 牙齒 不懂 給提示 提示 不是雞黃麵和牛肉麵 不是牛肉麵 不是 不是 是嗎 嗯 那牙齒 那牙齒 聽聽 統一常湯衣麵 哎呀 那天之後很明顯 綠仔 衣起了牙齒 應該猜猜 衣麵 不過不要緊 我們應該就可以送給你 你給我 給我 阿鎮 你真是 哈哈 沒有什麼 怎樣 怎樣 正在做節目 一覺醒來 已經是星期日了 已經是星期日了 這個星期過得很快 可能我每天都要做事 是啊 原來你有些時間回來 不是做事的 是呀 以前不是怎樣做事 你自己包 以前不是怎樣做事 以前不是怎樣做事 都說了 幸好寫字樓大了 有幾層 有個好處 就是 這層十分鐘 那層十分鐘 眨眼就已經半咒了 然後這層十分鐘 那層十分鐘 眨眼又半咒了 這層十分鐘 那層十分鐘 眨眼就一個星期了 但這個星期 不知為何覺得不辛苦 還有 可能蛇王 平時11點多才回來 然後三點多就走 實際剩下時間就沒多少 還要中間有個半小時吃飯 是啊 早了回來就遲了走 好像很辛苦 很長 可能是這些原因 嗯 你這個星期過得好不好 快不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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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快不快意 很長 這個星期 又是 為什麼呢 很長 不是過得很慢 不是過得很快 很長 為什麼呢 沒有什麼 不是一樣東西有解 為什麼你是男人 蛤 為什麼你是男人 為什麼你是男人 因為不是女人 為什麼 為什麼你媽媽生年的時候 你是男人 為什麼你不 我其實是很想解釋給你聽的 不過我的生物常識 比較頑皮 是啊 那就是別這樣 你應該最問下去 為什麼生物常識這麼頑皮 不勤力 為什麼你這麼不勤力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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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為什麼啊? 是 是我 我不問 為什麼你不問啊? 我怕了你 你為什麼要玩我? 你學了小朋友玩的遊戲 我喜歡 你知道小朋友為什麼喜歡玩這些題目 為什麼? 我解解 為什麼你解 我喜歡解 解吧 這樣吧 為什麼你要我解 快 所以 你知不知道 這個遊戲 又要 不動腦筋 得來 好動腦筋 就是 又要鬥耐性 又要鬥韌力 第一 玩這些題目 不用用腦 一個 就是用腦筋 用得很慘 如果你要做 什麼 不用做 不用問 但是 他要 就是 很清楚 亦都要很清醒 是啊 因為偶有不慎 自己說 比如說 搭了一些東西出來 給別人有機會 問一番轉頭 為什麼 自己轉頭 很大件事 很難能可貴的機會 才可以 落在別人的手上 我記得小時候還有一件事 喜歡 除了經常問這個為什麼之外 就是跟別人說話 你說一句我跟回一樣 我試過 我試過 不是我試過 我也試過 但是 我曾經試過一次 我想都有 幼稚園高班 一年班 整個學期 跟別人說話 不是 比我 對上我哥哥 他跟我 他不長育 你知道嗎 也不長高 當我讀幼稚園的時候 他跟我一樣高 他大我四年 哈哈 你高得快 對 於是 別人都以為 我是他大子 這樣 很不高興 他經常喜歡 整鼓我 因為 他很小 於是 我的姐姐 哥哥 不太喜歡跟他玩 太小了 於是 他喜歡欺負我 有光榮感 英雄感 欺負我 你讀幼稚園的時候 他應該在讀一年班 我讀幼稚園的時候 他不知道 二、二、三年班 大就像幼稚園生的身材 對 幼稚園生的身材 從一年他都像小二的身材 哈哈 到中二 就有五年班的身材 到中三 都是人家五年班的身材 直至現在 四十多歲 三十多歲 他都是這樣 身材 這樣 那麼 那麼 他怎樣整喊我呢 就是 我做什麼 他做什麼 我坐在這兒 他坐在這兒 我 他坐在這兒 他坐在這兒 為什麼你不用喝水的招 來對付他呢 那時候 不懂嘛 吃煙的招 哈哈 不懂嘛 就是 現在就多玩 是不是 現在怎樣玩呢 如果他真的這樣 就是現在這樣做 就是 坐下 屋尿啊 去廁所 我終於坐下屋尿啊 這樣 我以為你用喝水 吃煙的招 也有的 就是想一下會有的 很多招 那時候覺得好像很沒法子 看 看 很無賴 追著 很煩 那就哭了 可以玩很久的吧 一個月他喜歡玩二十八日 他就跟著二十八日 很煩 你明白嗎 真的很煩 為什麼 那時候不明白 因為他很無聊 純粹無聊 他不用做功課 不是 就是 一做完功課就撩你了 對 那時候很有趣 或者很容易哭 所以他才撩你 不是吧 通常我覺得是這樣的 自己喜歡撩別人 就是因為那個人 不能撩你 你才撩他 即是他很忍得的 你就沒有忍過 即是撩一兩秒 他很忍得 那你就放棄了 不是 你當然是一撩就哭 那些人 那又不是喔 就是撩得久了 第一件事 很明顯就是 他哭不了任何人 除了你 當然啦 挺有英雄感才可以 為了欺負我 然後就是這樣 說起來有點淚光 淚光 淚光 再說就要淚出來 哈哈 真是慘力坎坷的童年 唉 我真可憐你 第一次播的時候 怎樣 我在想著 你在想著 我在想著 三年多前 對 那個原因不便說 總之就是以前 一首錄落 寫落多久的歌 我這個控制員很有音樂感的 其實真的可以隨時做節目 錄仔這些 播完這個吸煙的女人 之後就揭發 這個女人是甚麼人 就是某人的女友 就是這樣 你說多聰明呢 其實 其實如果你說 再要想著 這首歌已經是三年前 三年多前的歌 其實又挺有新意 直到三年多後 有些很多歌 你先拿回去 都仍然 嘩 這個很老套 我都說他要改名 是 一會兒你先說 這個老套人是誰 現在是十點半 早晨 這個楊鎮山 和這個蘇絲水 現在又在這裡相逢了 蘇絲水剛才 是沉默地 想起這個往事 有一點點很努力 中環的感覺 因為剛才在新聞的時候 我們都說 這二十年來 香港的經濟 飛躍得很快 這二年前後 有兩個世界 二十年前 一發夢都想不到 有地鐵 又這麼方便 不要說二十年 十年 整個沙田都變了 十年前我經常 在沙田出入 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想不到現在變得這麼厲害 厲害 人山人海 那時候還可以 那時候還可以 在這個 現在的銀禧體育館 再入少少的成本 那裏搶艇仔 還有艇仔搶的 現在哪裏搶艇仔搶的 有 有一個人好像專利 給了很多錢 政府投了個標 回來那裏 租艇仔給人 是啊 在這條河那裏 那裏 都是最近的事 其實很多年來 那裏已經沒得搶的了 現在最近有搶 有得搶的 那裏整個都變了 十年而已 不要說二十年 那裏還說 蘇卡是不是燒柴的 二十年前 是啊 但是我們覺得 最麻煩的一件事 就是一早 大清早的時候 第一件事 我相信很多的住戶 都會說 先煲點水 那樣 第一 七點多已經要開始透火 煲點滾水 那我記得 當時透火的過程之中 我可以 參與 有一點參與 就是 幫我的工人捲一條 用那些布紙 捲一條 扭扭扭 扭到它一條 然後就在那裏 點火 已經關我的事 已經點著它 然後那個風佬 底下有兩個洞 即是有一個洞 有一兩格 好像口一樣 然後就要 這樣 把紙放進去 其實透火很難 因為第一件事 就是 透透一下 又要關門 又要打開門 又要關一半 控制那些風 是啊 真的很厲害 我當時覺得 哇 神仙來的 神仙來的 很厲害 哇 為什麼它知道什麼時候 才浪費一半 就是它又知道怎樣 最神仙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怎樣 就是 當你透著的時候 早上煲水 做一下早餐 那些 已經很厲害了 我覺得 哇 好厲害 沒得彈 但最厲害的一件事 莫非就是 當這個炭露 就點一次 會彈的 先是柴 我想 是不是 我不是很記得太細 但是 到我真正正正 比較懂事的時候 我記得我都見過 有些柴 但是 已經不太懂它 怎樣透 就是那些柴 是不是這樣可以 塞進去呢 就是要放出一個 pattern 才點火 我已經不太記得 但是 當我適性的時候 就已經用炭露 炭露 就是每天點一次 那你知道炭 比柴子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不懂得大神仙水 就像我們BRBQ 那間有那麼多神仙水 那邊會有這麼多神仙水 或者一些碳蒸 每天 他們都很心愛 irasana 只會透氣 ietun 至少15分鐘才可以開鑊 很厲害 扣完這次的火 這個火要慢慢留在這裏 炭火可以留很久 下午又要來煮菜 我想它會加一些炭 煮完菜之後 下午的時間 它又會留一些火種 到晚上煮飯它又加一些炭 我覺得是神仙 這個火不懂 如果你小時候喜歡燒飯吃就不用太遠 只要煮雞一天進廚房 我記得下午的時候 我們有在炭爐的底下煮番薯 煮點下去 有這樣的東西做過 其實也變得很快 短短20年 你這個工人也可以接受現代化的生活 現在是石油氣是不是 不是石油氣 是煤氣 煤氣 那你們怎樣教它 說服它這件事 跟炭爐一樣 煮的東西快很多 炭那下不用怕 復一聲你不用怕 不知道 因為我想是要幾長時間 對一些如果不是太能夠接受現代化的人來說 我最記得 我最初由炭 用茶 去到用火水 然後再用石油氣 最重要是打那下復一聲 我記得我認識幾個人 他們都說很害怕 不是年輕人 他們來打住家工 很害怕就復一聲 每次都嚇一害怕 其實它不能夠控制 因為現在是電子點火 很多石油氣路和炭爐都是 你一令按鈕 同時會點燃 以前就不是的 有枝東西塞進去 打了之後 有枝的氣流出來 枝尖又是 如果時間不準 已經流太多石油氣 或煤氣出來的時候 就會復一聲 就很響 他們就害怕 控制不了這一刻 經常覺得很危險 會爆的 會爆的 即是燒柴的 沒有這個病 最多啪哩啪啪 爆一下響一下 就不會很危險 你忘記了那個過程 怎樣碎理工人的過程 不是我碎的 我當時年紀都很小 還是很小 所以都不記得 是甚麼情形發生 但我記得 當我小時候 我最討厭的一件事 就是甚麼呢 洗澡 在廚房進行 不是 不是在廚房進行 洗澡的就是 譬如說 現在 你就覺得 沒甚麼時間限制 即是任何時間都洗得了 現在是熱水路那麼方便 但當時 洗澡未有這麼新潮的設施 就是 要煲水 冷天才會 你知道我兄弟姊妹會 有六個 只是輪這六個 洗澡已經很厲害了 錄到濕夜11時 綠豬仔錄到 為甚麼呢 就要煲水 當然水煲 可以大到可以 一個人跳下去 不斷地在煲 很厲害 即是這個鍋子 是不是梯煲 很厲害 是不是梯煲 什麼是梯 即是銀色 即是銀色的 通常我們煲水 燒到梯煲都很糯 已經很腥的 燒到 很厲害 是 是 然後まず 想像 這鍋子很厲害 將會由廚房 擀 一頓泡水 然後再 cockey 倒入肉盆 然後你就洗澡 洗澡的時候我最怕 我怕手臣碰錯了 你要放水很熱 要吸汁水 吸汁太多 就覺得那頓冷震 我現在都很反感 對於洗澡用肉乾 我自己反感到飛 蘇士王現在將她出獄的過程說給大家 說一下 用一點豐富的想像力 那我聽首歌先說一下有一點點醜 剛才蘇士王在這裏再三考慮 她出獄的鏡頭 依而同不如的鏡頭 大家不要想 不要想著 你不聽著說什麼 你小時候出獄了 我小時候出獄了 啊 講到哪裡了 洗澡光了 啊 洗澡光 講到哪裡了 有個腳光 對 偶爾的洗澡光 你矮一點 都會有問題 很高的 我記得剛才蘇士王說一下 那些光很高 我也記得我住的那間屋 那些光很高 去到大約大腿 很高的 和現在都叫光 到你的大腿等於到我的胸口 可以嗎 很厲害 膝頭再上一點 很高的 真的很高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即是現在你要光一傘 就要趴下去 那些就趴不到 很高 那我不喜歡洗澡的原因 說了沒有 我怎知道 因為一個人 因為一個人很孤独 哈哈 不是 即是洗澡呢 第一要煲水 所以就要限時限刻 譬如說 啊 煲好了 煲水啦 就開始叫了 叫我大佬 大佬 叫我姨姨姨 叫我姨姨姨 啊 我不喜歡 啊 讀書啊 叫我第三 第三 啊 別煩了 第四 第四人不去 第五人去就到我了 那我時必是第一個 即是最不適合的那些時間 就是我洗澡 其實第一個好 不用散光散得那麼辛苦 不是 每次都要散光 而且我不喜歡那個想法 就是蹲在浴缸 然後洗澡 為甚麼那麼討厭呢 我就覺得 就是 那你先散光散 先就是淋水 聽著這個過程 然後就要散光散 然後又用那些水 就淋回心 那邊老泥 見了老泥在那裡泡 然後就一直都是 到起床為止 都是那一盆 那一盆就已經可能是 哇 你的膳膽又多了 那怎樣可以洗得乾淨 我都不明白 除非就是說 你先洗完 洗完後洗完膳了 然後淋一淋 然後拔掉 這批人是髒的 然後再倒乾淨水 或者好像 然後再洗過 才有乾淨的感覺 豪華啦 這個這樣的做法 就是豪華很多 不是豪華 就是很浪費時間 只要用水 就是要煲水 對 還不好啊 就是很厲害 我覺得 真的太過 骯髒了 所以我很不喜歡 但是小時候 還沒有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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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灑 所以不覺得 這件事是那麼骯髒 每個人洗澡都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盆水 都不覺得 那麼反感 但是現在 我一輩子都不會再蹲 我一輩子都會在浴缸裡 做了這樣的事 但是 為什麼還要做浴缸呢 如果既然是這樣 不明白 我想有些人還喜歡 浸嘛 很多人還喜歡 唯一我真的會做了這樣的事 就是 當我病都很重要 發燒啊 病啊 就會開一缸這樣的水 但是不是下去洗澡 我只是純粹下去浸 浸到自己一身寒 會有這樣的事 不知道是否我小時候 人都是矮小一點 還是那些缸很大 真的可以整個人味進去 大得這麼重要 游泳 真的可以味進去 如果你有一個不小心浸死 那缸很深 好深 好深 所以洗澡都害怕 是嗎 有小時候 如果是 譬如小時候去看照 如果看照 先生說你是 忌水 老老實實 那個缸真的不要沖涼 現在就沒所謂 現在是用花灑 如果這樣浸死 就兇得缸了 在花灑下浸死 如果你說那時候的缸 真的不要沖涼了 那個缸的容量 甚至可以 裝自家的浴缸兩倍 那些水 很重要 我懷疑我以前住的那個房子 比你家的樓底更高 很高 那扇門是很大的門 即是開門 那個洞很大 即是現在開門 那個洞很小 什麼不小 以前做到這麼大的 這麼高的房子 這麼大扇門 不知道是不是 幫老婆走路 做到門 鐵門 女人開不了 到門又不是重的 到門一點都不重的 就是一個好的計劃 就是你幫我老婆走路 做到門 老婆我不會動的 這個高到什麼情形 我記得有一年 你叫車的時候 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有一些很漂亮的瑜伽 那時候沒有 施領的油灰水 天花板油灰水 油灰水太久了 就乾了 就撲了一塊一塊 就像一份碟 放下來 有一年 就是臨過年遲 就想找人油灰水 找渾泉區 沒有人肯游 沒有那麼長的梯 他說 你找到我和你游 他說我不是不想和你游 我店裡沒有那麼高的梯 我們樓底不知道是十 十 很高 高到沒有梯 他說 多少錢 可以的 跟別人一樣那麼多錢 不要說高三呎 就貴一點 反正我煲頭游得那麼辛苦 但我沒有梯 找不到成 你如果找到一堂梯 我就隨時都可以和你游 就是這樣 你說高得多淒涼 你家裡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形 沒有 不過呢 通常油灰水 要搭泉 不是 我們會收兩倍人工那麼貴 因為呢 就是 由這個 長 一公 又天花 因為高 又天花 因為呢 我們天花 是很怪的 不是 你牆高了 面積就大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天花 分兩帆 一帆 木邊 是 有條木邊 是一個牆 突然間有條木 這樣刺 來掛畫 藏電線 有電線 有電線 在那裏 那裏 那裏 上升 就是 另一弓 就是另一弓 就是另一弓 就是這樣 不過我想現在不是很多樓 需要收兩弓游 現在很容易 長得高一點 小Michael的椅子 都不用擔憂 伸著一隻手 已經游倒了 那時是 辛苦一點 游游的會辛苦 而且那個感覺 我想真的很高 掛那個吊線 就是 現在我想 多數是裝的冷氣機 吊線 有一支通下來 三塊葉 這樣轉轉轉 吊線的條軸 都特別長 整個 太高吹不到 很厲害 高度 有些特別長的吊線 而且 因為這樣的原因 窗的洞也很大 所以 小時候 又矮一點 可以在家裡 打羽毛球 很厲害 打羽毛球 籃球 我們都打過 這麼厲害 試過發射火箭嗎 沒有 放模型飛機 沒有 都沒有 但是 小時候真的小 所以 一個比例來說 家裡就很厲害 每天都行不完 我想起一件事 我想起一件事 小時候經常玩的 我家裡的傢俬 就是圍著牆來擺 你想想 對呀 不碰地 不是 你沒有玩甚麼 不碰地走 我們經常都有玩 那於是 圍著牆的梳化 走 爬上雪櫃頂 然後經過窗台 然後再爬不落梳化 就是要不碰地 走一個圈 叫做 對 對 每天都會這樣 還有 我小時候 我們 不知為何 古老人的時候 建屋的時候比較鈍 有一條冷行 那條冷行很厲害 小時候 我以為是打暴力 真的是的 做幾個膠瓶在那裡 又有一個膠球打暴力 如果真的 真正正的來說 如果我家裡那條走廊 是真的可以打暴力 真的有一條暴力的路線 那麼長 甚至乎是長的 到了大了 五六年級的時候 這條暴力球道 給我們做甚麼呢 那時認識 有些東西叫做跳遠 差乾條 不是 不是 就這樣跳遠 不是跳高 走走走 砰 又跳遠 就是這樣 小時候很喜歡玩 一早就沒有人在家 不想做功課 十方全能 就在那裡玩 賽跑 跳遠 很厲害 不是啦 我家裡不可以賽跑 保齡和跳遠都行 沒有你那麼大 你又可以馬拉松 我只是游山換水 在那裡 在廳裡 走個圈不落地 已經很開心 當時的感覺 原來你也有玩過 有 我想每人都有玩過 現在的小孩子 不知道還有沒有 現在的屋子 我想的機會還沒有 快點 時間狼 連鎖經營 便宜美取勝 現在時間到了11點 因為有這個特約時間的關係 蘇虎的事暫時按下不表 稍後答案回來才說 於是現在就說楊虎的事 楊虎 有一個楊虎 這個楊公子振曉 一個人為人忠厚 一向都笑什麼 蛤 不是 你叫我講 這是事實 他就老實 在朋友當中 就是以老實而出名 大家都知道 這個人就不說謊 丹屎就 不是 沒什麼 就不關事 就不關他的事 總之他很老實 一向都被人印象 相當之不錯 心開心到咳 雖然楊鎮現在想約你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是有那句說那句的人 奈何 他暗戀了 女士都幾久 那個不用說 蘇虎 不用說 蘇虎的千金 之王 尷尬事就來自這裡 有一次經過 他的死黨朋友 想知他老實的死黨朋友 悉心安排之下 通常都很大班 但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可能是第二、第三次 這個蘇虎王再次赴約 大家真的很開心 而那一晚 剛好就是楊鎮耀的生日 蘇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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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樣 那整班人 Juli Juli也有來 整班人去吃飯 去某地方吃飯 而這個蘇虎王就被腰 當時楊鎮耀是否心裡高興 人家都一趴一趴 而蘇虎王竟然在 雖然不是 默認也有些少 譬如七趴 蘇虎王的心裡怎麼想 楊鎮耀不知道 我當時默認了 當時默認了 那他去吃飯 其實只是大家出遊 只是第二、第三次 其實算不算了解得深 不算 有限 其實沒有人單獨出去 都是一班人 去到那裡吃飯 那個地方很幸不可以上台唱歌 然後第三、四星期發現 蘇虎王很喜歡唱歌的 一個女士 她上台唱歌 自己上去獻歌 好 自己上去獻歌也算了 她唱了一首 不下來 第二首也不下來 她唱了三首歌 其實是比較上 女性的哀嚎 多難聽 多難聽 要不要我再示範一次 不用 唱什麼歌 第一、第二次唱完 她的朋友 先說第一次慶高菜 蘇虎王說 我唱唱歌 大家哭哭 唱完一首 自己開始靜 大家過來吃東西 很靜默的 不再 她回來了 能不能聽 就問這個 一向在朋友當中 覺得很老實的人 那就死了 這個朋友很尷尬 要追他 讚他好聽 那些朋友就覺得 這個臭小子開始說謊了 還會輕友 我想他再唱歌 立即第二首 第二次唱歌 那些朋友真的靜光 他唱完第三首歌 然後再問相同的問題 我唱得好不好聽 死了沒有 你說楊振耀 當時怎麼說呢 真是進退兩難 說他不好 死了 美夢承空 可能因為這樣承空 因為他肯定很喜歡唱歌 要不然他唱三首才下來 說他唱得不好 當然是糟 說他唱得好 那些朋友也會覺得 唉 這個兒子也是糟糕 遇到一個女生喜歡的男生 開始滑口了 你說當時怎麼辦 他就唯有 我不會聽歌 挺好 我不是很會聽歌 你剛才唱的歌 你還沒聽過 就是唯有這樣說 你當時挺慘的 幸好他的女朋友 不是唱祝你生辰快樂 否則也不能說沒聽過 對不對 當時他就是很猛的 知不知道怎樣跟別人交代 原來我唱歌 我唱歌真的這麼差嗎 讓我練習一下 我不會那首歌 對不起 我都沒有什麼評論 好吧 等下我立刻 跟著張學友一起唱月半 讓你們聽一下